车子在诊所外头大量喷洒消毒水 因为有确诊者身体不舒服 到这里看医生 宏雾县政府继29号晚间出现首例个案 31号再宣布有第二例个案 是50岁女性 医疗发现她曾经在22号晚间 跟另一位首例确诊案8433的友人吃晚餐 不排除这时候就已经有接触 她24号晚间再跟首例确诊 以及另外三位友人一同聚餐 首例个案出现后 她被匡列为接触者 两次PCR采检都是阳性 澎湖第二例个案 20号出现感冒症状 到过市区的诊所就医 县府也公布她的足迹 曾经去过北城市场 和百市多例购物中心一楼的全联采买 相关足迹都完成消毒 但传出医疗人员发现 确诊个案说的 5个人24号晚间聚餐的地点 与手机定位不相符 疑似没有说实话 我们都希望相关的就是案例 还有相关的接触者 都必须为了防疫的一个需要 我们希望他们都能诚实地交代 他们的相关的一个活动的足迹 还有接触者 而澎湖首例确诊个案 50多岁富人更多足迹也曝光了 她在搭机返回澎湖之前 18号曾搭乘高铁667车次 20号到过合作金库ATM 同一天下午到小港机场 搭乘华信AE347班次航班 至于富人在澎湖的足迹现在只能用手机 加成大众运势工具 民众质疑匡列人数是否过少 会不会影响到之后的疫情 各界关注 TVBS新闻陈正徐云霆 彭虎财宝博部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